一个同源的民族为什么在后来被化为两个少数民族了呢? 有人觉得这是因为地域问题,即玉固族主要在甘肃,而维吾尔族主要在新疆,但我们认为这不是要主,因为在湖南省桃园县和河南省勉池县,也有少量维吾尔族分布,主要的是两个民族的宗教信仰,玉固族信仰佛教,而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。 大家好,欢迎订阅《巧看史记》,维吾尔族和玉固族都是回湖人的后裔,但是两个民族已经分化上千年,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已经有很大区别,已经完全演化为不同的民族,回湖早期称为回河,后改为回湖,是铁勒布的一致,发源于蒙古高原,隋朝时期,回湖臣服于突厥韩国,630年,东突厥灭亡后,回湖又依附于薛妍陀,646年, 唐朝出兵北征薛妍陀,薛妍陀首领被杀,回湖占领薛妍陀故地,之后回湖归附于唐朝,主导一系列战争的唐太宗被铁勒诸布称为天克韩,682年,突厥人建立后突厥韩国,后来后突厥内乱,唐朝和回湖南北夹击灭了后突厥,744年,回湖首领鼓励培罗建立回湖韩国,回湖韩国建立之后,四处用兵, 占领了蒙古高原和贝加尔湖流域,成为唐朝北部最强大的武装力量,回湖建立之后的十一年,安史之乱爆发, 安禄山占领京师长安,唐朝兵力不足,向回湖求助平叛,回湖可汗亲自率兵驻战, 骁勇善战的回湖士兵奋勇杀敌,给叛军造成很大伤害,757年,唐军收复长安, 胜利之后,唐朝赏赐给回湖大量物品,每年赠送给回湖券两万匹,并和回湖和亲, 后来,回湖又和唐军结盟,联合进攻唐朝劲敌吐蕃王朝,回湖因多次驻唐作战, 进入内地的回湖人见识到唐朝的富饶,日益骄横,在唐朝境内大肆掠夺, 在和唐朝的护士中,用列马充当好马,骗取物资,长安也滞留了上千回湖人, 这些回湖热衷于放高利贷,娇奢蛮横,唐朝官方和百姓不堪其扰,除了小规模骚扰, 回湖对唐朝也蠢蠢欲动,回湖在西域占领了唐朝的北庭,并诱杀了北庭节度使杨锡谷, 后来回湖可汗在唐朝虚弱的时候,多次准备南下入侵唐朝, 后因可汗被劝祸被杀,才让中原免遭战火之灾,回湖后因内部争权夺利,开始衰落。 北部的霞加斯也趁势兴起,839年,回湖宰相杀了回湖可汗,自立为韩, 当年,回湖遭受血灾,霞加斯趁机进攻回湖,回湖将军率领十万霞加斯骑兵灭了回湖韩国, 异国97年的回湖韩国灭亡,回湖韩国灭亡之后,回湖人四处逃散,主要分为三路, 分别东投唐朝,中路投奔占据和西走廊的吐蕃,西投位于西域的葛罗路, 回湖其中一只主力开始南下唐朝,要求内附,并要求唐朝出兵帮助复国, 回湖在当地大肆侵扰百姓,唐朝早就对回湖积愿甚深,唐军趁机攻击回湖残步, 回湖惨败,三万人投降唐朝,投降唐朝的回湖人被迁徙于内地, 回湖人另一只主力则西奔位于西域的葛罗路,840年,西迁回湖人的首领庞特勤自立为韩, 灭掉葛罗路之后,先后占领了北亭和安息,建立了威震西域的开拉汗王朝, 又被称为黑韩王朝,回湖人长久和唐朝相处,受中原文化影响很深, 自认为开拉汗王国也是中国,开拉汗克汗也自称桃花时克汗, 桃花时就是中国,开拉汗王朝也就是中国的王朝, 因在唐朝时期,回湖多次和唐朝和亲。 开拉汗王朝在给宋朝的书信中自称外甥, 喊宋朝皇帝为汉家阿舅, 西迁后的回湖人逐渐皈依伊斯兰教, 960年,伊斯兰教被定为开拉汗王朝的国教, 1040年,开拉汗王朝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, 1124年,摇朝灭亡前夕, 耶律大使远走西域建立西辽, 先后降服东开拉汗王朝和西开拉汗王朝, 两个王朝都沦为西辽的附庸, 蒙古兴起之后,西辽被蒙古人所灭, 开拉汗王朝也称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, 西州回湖又称为高昌回湖, 840年,回湖韩国灭亡之后, 回湖人在庞特勤的带领下向西迁徙, 其中一个部族首领蒲古郡向东江迁徙, 进入准达尔盆地, 长期隶属于喀拉汗王朝, 981年, 该部首领自立为可汗, 建立西州回湖, 西州回湖在和北宋的交往中也自称为外甥, 因靠近中原, 受汉文化影响更深, 连气单独承认西州回湖本是汉土, 汉文和回湖文一起长期在西州回湖境内使用, 高昌长期作为西域佛教中心, 西辽兴起之后, 西州回湖成为西辽的附庸国, 后被蒙古人所灭, 元朝时期, 喀拉汗王朝和西州回湖人分别归属于查和台韩国和元朝, 元朝灭亡之后, 蒙古人在西域建立了东查和台韩国, 也称为伊利巴里, 西域的大部分魏乌尔处于伊利巴里的统治之下, 位于西域的回湖人形成了现在的维吾尔族, 维吾尔族现在一千余万人, 此时, 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人已经改信伊斯兰教, 蒙古人在境内大肆推广伊斯兰教, 原来信仰佛教的西州回湖在此期间归依伊斯兰教, 东查和台韩国时期, 回湖人逐渐放弃回湖文, 官方文字是查戈台文, 就是阿拉伯字母拼写的回湖语, 维吾尔文就是根据查戈台文改进而成, 南投吐蕃的回湖人和原先游牧于和西走廊的回湖人会合在一起, 早期归属吐蕃王朝, 848年, 张义朝在甘肃的沙州起义, 驱逐吐蕃驻军, 被称为龟义军, 872年, 张义朝死后不久, 回湖人趁机建立甘州回湖政权, 后甘州回湖趁龟义军内乱, 攻打龟义军, 龟义军不敌甘州回湖, 向甘州回湖称臣, 甘州回湖跟中原王朝来往的信件, 也是自称外甥, 因和契丹接壤, 被耶律阿宝基击败, 向契丹称臣, 耶律阿宝基劝说甘州回湖返回漠北老家, 但甘州回湖已经迁徙到此, 以八十余载, 拒绝了阿宝基的提议, 后来党项人兴起, 甘州回湖和党项人战争不断, 1036年, 甘州回湖被李元昊所灭, 回湖人再次溃散, 一部分被西夏征服的回湖人融入到党项人之中, 一部分投奔吐蕃, 融入到藏族之中, 其中一支退守沙州以南书勒河流域, 形成黄头回湖, 蒙古兴起之后, 成吉思汗率兵攻打西夏, 1226年, 蒙古大将苏布台降服黄头回湖, 回湖人又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, 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, 部分蒙古人迁徙到黄头回河的聚居区, 当地的回湖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蒙古人的影响, 位于甘肃的回湖人被称为撒里·魏沃尔, 明朝兴起后, 在西周回湖的聚居区设立安定, 阿端, 区县三位, 因长期受到蒙古人的侵袭, 明朝关外八位不断东迁, 西周回湖也跟随迁入关内, 长期和蒙古人混居, 西周回湖逐渐和蒙古人融合, 形成现在的玉古族, 玉古就是巩固富裕的意思, 现在玉古族1.5万人, 玉古族和维吾尔族都是回湖人的后裔, 但是已经分化上千年, 已经有很大的区别, 玉古族长期信仰佛教, 和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不同, 除了宗教信仰, 玉古族的语言也和维吾尔族有很大区别, 玉古语分为西玉古语和东玉古语, 西玉古语保留古回湖语较多, 但和现在的维吾尔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, 东玉古语则受到蒙古语影响较大, 但和现在的蒙古语又不能相通, 但是东西玉古语因保留较多的相同词汇, 两种语言还是能相互交流的, 但是玉古族在长期的迁徙中丢失了回湖文, 成为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, 通用汉文, 除了这些不同点, 玉古族和维吾尔族还是有很多相同之处, 两个民族都是从由木转向农耕生产生活, 维吾尔语和玉古语都保留古回湖语的特征和部分相同词汇, 今天, 人们可以说宗教信仰不应该成为划分民族的标准或者标准之一, 但在历史上, 却被运用过, 原, 明以来, 关于维吾尔的族称史籍又多以禁音一称, 除了回河, 回湖外, 原始又写作威吾, 威吾尔, 威吾和辉河尔, 但到清至民国中期, 维吾尔族被称为常回, 这和他们普遍信仰回教, 伊斯兰教有关, 需要强调的是, 当时所说的回也不是我们现在的回族人, 只要是信仰回教的民族都被称为回, 维吾尔人民觉得, 缠回一称很不雅, 一再提出反对, 1934年, 盛世才主政的新疆省政府迫于维吾尔人民要求更改族称的压力, 将缠回更名维吾尔, 更名当然是一件好事, 但在今人看来却多少有些粗略, 即, 在更名过程中, 无形中暗地狱与宗教划分了民族, 在忽略了维吾尔同族遇故人的同时, 也可能把一些与维吾尔不同源的民族, 划入了维吾尔中。